第二百八十集 雷晶天紧紧握住剑柄 只结因为用力而微微发白 在这种情况下 居然还是被林明给逃掉了 他无法接受 难以相信 冷哼了一声 雷晶天咬牙道 上古阵法精妙不假 不过再精妙的阵法 也需要消耗能量 老夫就不信了 这古阵法能永远持续下去 老夫就一直攻击到他能量 耗尽为止 茫茫的血色荒原之上 穆千语身穿一身红色长裙 茫然而立 四周望去 一望无际的血红色 只有他一个人独立于此 悲嫌孤寂孤单 莫风吹起穆千语的衣衫 吹在脸上风干的眼泪 却依旧有种凉凉的感觉 此刻 穆千语脑海中 依旧回荡着最后一刹那 林明那模糊的脸孔 事到如今 他自然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 林明给他的那所谓的顿服 而这顿服 只有一张 林明给了他 那么他呢 面对玄弹后期的雷晶天 木千语根本想不到林明有任何赢的可能 甚至连逃 都无处可逃 玄弹后期与玄弹中期相差极大 而林明在最巅峰的状态下吞下赤血丹 也不过勉强击杀玄弹中期 可现在呢 却没有第二颗赤血丹给林明吃了 吃下去他会死的 在那等我 这简简单单的四个字 始终回响在木千语的耳边 过绝而不容质疑的语气 带着汗不畏死的绝人 字字如同惊雷 字字如同血泪 烙印在他心间 此生难以磨灭 你让我在这里等你 我来了 可你会来吗 木千语的心中 振振的刺痛 他咬着嘴唇 一丝鲜血从他嘴角流下 蜿蜒在他白皙 如同凝脂的翘脸上 如同落雪上 生开的红霉 如果可能 他宁愿燃烧全身精血 与林明一起战死 然而 没有如果 他平安的站在这里 却可能是以林明的死为代价 每每想到这里 木千语便痛得无法呼吸 这种感觉就像是心被人生生的掏走 这胸中空荡荡的 在此之前 林明入神皇秘境 木千语也曾为林明的死而心疼难过 但却从没有像今天这样 难受到无法忍受 无法割舍 不知不觉间 林明在木千语的心目中 占据了无比重要的位置 这连木千语自己都未曾发觉 我在这里等你 若你不来 我会离开此地 他日 我会将害你之人 一一杀死 然后 我重回这里 此生 与你相伴 在弟子阁的遗址之上 雷火之光冲天而起 木赤火 木炎灼 雷惊天 甚至连木清书都不顾一切的出手 全力攻击那震坛上的光幕 然而这光幕 却纹丝不动 连颤抖都没有一下 似乎在嘲笑他们的无能 怎么办 木炎灼额头渗出了汗水 要完成这一次豪赌 必须得达成两个条件 第一就是杀死林明 第二就是要在木凤仙回宗之前 抢仙归宗 可现在呢 林明进入这个奇怪的阵法之中 找都找不到 如果不能杀死林明 他们之前一切的计划 包括破解血印契约的方法 都成了净花水月 空中楼阁 慌什么 木炎火冷哼一声 是阵法就必须消耗能量 我们耗尽他的能量即可 林明就在里面 他哪儿也去不了 只要杀死林明 我们就不亏 退一万步说 就算时间来不及了 大不了功法 我们放弃了 木凤仙和木玉皇此次来残破世界 自知有危险 将朱雀进神路的御剑 留在了神皇岛 木赤火的本意是杀死林明 完成计划之后 回神皇岛 抢朱雀进神路前八重功法御剑 现在看来 如果时间来不及的话 只能放弃御剑 虽然可惜 但如若能完成第一重计划 也不算亏 我知道 木炎卓强行让自己镇定下来 这时候慌张也没有意义 更不是后悔的时候 退路已经没有了 只能拼 在木炎卓身边 木青叔咬着牙 一次又一次不顾一切的出手 似乎他打的不是阵法的光木 而是林明本人 他仿佛要将这近两年来的积怨 全部发泄出来 又是因为他 又是因为他 本来只差了一步 破开光木之后 我定然让你折磨到求生 不得求死不能啊 轰 轰 轰 火焰与雷霆 频繁撞击在防护光照上 然而这光照始终纹丝不动 莫说碎裂 连光芒都没有暗淡半点 在这个残破世界中 真元之力被法则压制 木炽火的火焰之力 和雷惊天的雷霆之力 威力都极其有限 打在防御光照上 没有丝毫效果 眼看着一刻钟的时间 可就过去了 却没有取得任何进展 木青叔气急败坏 你 过来 一起攻击 木青叔指着木青尹 以命令的口味说道 林明走后 木青尹等人自然完全不是雷惊天的对手 很快就被雷惊天全部制住了修为 接着被全部锁在一道雷电囚笼之中 此时的木青尹 单天被一道雷霆封印给封住了 完全用不了真元 听到木青叔发出可笑的命令 木青引以看傻逼的眼神 看着木青叔冷笑道 你若不是傻了 让老神跟你一起攻击破阵 这等白痴的话 你也能说得出来 你做梦吧 你 要我杀就杀 杀 木青叔冷笑了几声 我知道你不怕死 不过我也没打算杀你 你这条老命日后还有点用处 不过你要是不攻击的话 木青叔说着 将目光转移到木冰云身上 舔了舔嘴唇 好一个小美人啊 跟你姐姐长得一模一样 没有能得到你姐姐 若是能得到你的话 也算弥补了我一个小小的遗憾 木冰云脸色就是一变 眼中寒芒与杀鸡一闪而逝 在木冰云身边 其他低阶弟子听到木青叔这样说 也都是义愤天赢 你 你畜生 木青引起的几乎吐血 木青叔竟然敢当着这么多弟子的面 做出强奸圣女这样大逆不道的事来 哎 青叔啊 都这个时候了 不要胡闹 先杀了林明再说 而且日后我们如果可能还有回神荒道啊 不要太出格 木炎卓皱了皱眉 对木青叔真言传音 如果是木千语也就罢了 毕竟他们之前就到了快订婚的程度 而且木千语的朱雀血脉对木青叔很有用 可木冰云呢 那纯粹是为了淫欲 青鸾之血对木青叔来说毫无效果 然而木青叔却根本没理会木炎卓 他贪婪的看着木冰云 目光肆意的侵略着 他原本只是心中一动 可现在看到木冰云冷若冰霜 又美丽似不识人间烟火的样子 他越来越觉得 虽然没有木千语但如果能把跟木千语长得一模一样的木冰云压在身下四翼柔力 也是一件舒爽至极的事情 木冰云面罩寒霜 右手一翻出现了一把寒光森森的匕首 想自杀 你可以试试 在真元被封印的情况下 是你快 还是我快 木青叔脸上带着细血的笑容 一步步踏尖 确实在真元被封的情况下 木冰云自杀的速度绝对没有木青叔快 而且刀伤也不会马上死 可以用疗伤药治好 木青叔 你这奇兽不如的东西 木青尹怒急攻心 一巴掌向木青叔扇来 然而木青叔却是头一篇 轻易的躲开这一巴掌 接着一脚踢出正踢在木青尹腹部 木青尹惨哼一声 身体刀飞出去 哼 找死 木青叔不屑的冷哼一声 再次踏前一步 那些低阶弟子都是被木青叔逼得纷纷倒退 看到这些低阶弟子眼中的恐惧 还有木冰云此时的反应 木青叔的心中有股抱负的快感 仿佛这一年来他受的气全部都发泄了出来 木冰云手持匕首望着木青叔 眼中的杀意越来越浓郁 而木青叔呢 却一副无所谓的样子 一步步靠近木冰云 口中嘖嘖称探 哎呦 还真是一朵带刺的玫瑰 我真喜欢你的眼神 明明体内真元全部被封住 可你的眼睛却依旧像杀人的利刃一样 让人有些害怕的感觉 要怪啊 你就怪林明啊 要不是他把我们逼到这种程度 我们也不会出此下策 要不是他送走了木千语 让我念头通达不了 我也不会想着对你下手 是林明狠心把你留在了这里 否则他要是把你也送走 木青叔说着 已经走到了距离木冰云 只有几丈远的地方 而这时候 木青银眼中闪过一丝浓重的痛苦之色 他残生叫道 住手 我 我答应出手 什么 我 我答应跟你们一起攻击正法 住手吧 木青银咬碎了嘴唇 几乎是以哀求的口气说道 木冰云就像是他的孙女 他实在不能看着木冰云被玷污 请说 请说 回来 到此为止 以大局为重 信杀林明 否则我们都活不了 木吃火说道 杀林明自然是第一药物 否则他们的血印契约都无法化解 体内的血脉和修为 都会在半年时间内消融掉 如果有木青银等人相助 破阵自然会快很多 操 这个他妈老不死的 真扫兴 木青叔口中暗骂一句 木吃火的命令 他自然不敢违逆 雷惊天走上来 随意的一道雷霆绳索 完全束缚住了木冰云 杜绝了他自杀的可能 接着他为木青银 解开了修为封印 木青银咬着牙 加入了破阵的行列中 至于说到时 破开阵法 林明被杀死之后 木青叔会如何对待木冰云 木青银已经不敢想象了 他别无选择 他实在无法看着木冰云被玷污 只有拖下去 才有获救的可能 老不死的 我劝你不要耍花招 你用多少力气 老夫心中一清二楚 雷惊天冷哼一声说道 木青银心如刀绞 这个时候 他不得不全力出手 他唯一能祈祷的 就是这阵法足够的坚固 不会因为自己一个 玄丹初期的舞者出手 就过早的碎裂 林明原谅我自死这一次 在木赤火雷惊天等人疯狂攻击幻沙阵的时候 林明却在幻沙阵中心静如水 在林明身前 一个高大的虚影如同水纹一样颤抖着 缓缓凝拾起来 赫然变成了一个一丈高度的巨膜 手持巨斧 身上缠绕着粗大的锁链 他的修为是玄丹初期 当年这幻沙阵 就是魔神帝宫弟子修炼的地方 和齐玄谷的万沙阵类似 在幻沙阵中全部都是幻象 虽然能模拟真实的战斗 但却不会死亡 一旦在幻象之中被杀死 就会被直接传送出幻沙阵 林明自然可以轻松战胜眼前这个玄丹初期的巨魔 但在这个巨魔之后 还有更强的敌人 林明最多战胜四五个便会不敌 被阵法弹出来 到时候这后果可想而知 闭目名神 破除一切虚妄 林明按照记忆之中的破阵之法 一步一步小心移动 他不是来杀敌修炼 而是来破阵的 他的目标是位于幻沙阵旁不远处的传送阵 这个传送阵可以传到这个残破世界的中心广场 而中心广场的传送阵 可以抵达着残破世界的各个角落 其中一个传送阵便能直达魔神帝宫 就在一刻钟之前 林明还站在这幻沙阵阵坛旁边犹豫了很久 要不要直接通过传送阵抵达魔神帝宫 然而最终林明还是放弃了 毕竟与一群命运老怪争夺梵田龙根实在太难了 没想到仅仅一刻钟之后 他却被逼得冲入此处 而魔神帝宫似乎也成为了林明此时唯一的出路 哦 巨魔的幻影发出一声狂吼 手持巨斧向林明冲杀而来 而林明只是倒退一步左翼三步 周围场景骤然变幻 巨魔幻影输得一下凭空消失了 一步一步 林明越来越靠近了传送阵 脑海中回荡着木千语消逆的身影 以及木清书猙獰的笑容 林明的心境却始终平静 这是沉寂在血中的平静 是将心中所有的杀意压制下来等待爆发的沉默 传送阵就在这里 弟子阁和幻沙镇作为魔神帝宫中一处重要的建筑 自然有传送阵与中央广场交通枢纽相连 方便魔神帝宫弟子随时来往 否则这魔神帝宫所在的世界复原千余里 而且有禁非法则限制来往非常不方便 林明把两颗中品真原石安放在传送阵中 按照阵法原理启动了传送阵 淡淡的白光将林明笼罩起来 林明就觉得一股空间扭曲的感觉传来 周围景象完全模糊了 在残破世界的中央地带 一座直径十丈的白玉石台悬浮在半空中 石台上铭刻着各种蜿蜒的花纹 那都是上古法阵的阵纹 在石台的周围 有十多个小的石台高高低低悬浮着 所有的石台都被包裹在一层淡淡的白色光膜中 安静而神秘 在某一个时刻 其中一个石台上一道朦胧的光芒亮起 一个浑身染血的青年出现在石台之上 正是林明 这一次传送跨过了百里的距离 林明撑着大荒血迹站起来 哎呦 就觉得一阵头晕目眩 现在他的状态实在有点糟糕 从须眯界中 取出目凤先给自己的第二粒回洋丹 直接吞服下去 打坐调息 他并不担心木赤火通过传送镇找到他 这种传送镇 如果不清楚其中的镇里 是没办法发动的 从幻沙镇中逃出来 林明的心中已经有了一个疯狂的计划 如果没有遭遇木赤火 林明或许只会在魔神地宫主殿之外 随意寻一些机缘 而后平平安安离开这个残破的世界 然而现在 被木赤火逼到这一步田地 林明却萌生了去魔神地宫拼一把的强烈念头 在一群翻手间灭掉自己的命运大能之间 争夺梵天龙根 这无疑是一个无比疯狂的计划 用虎口夺食都不足以形容 应该是在虎群中夺食 在这种情况下 林明可没有天真的指望魔神地宫 能将那些命运大能的修为压制到百分之一以下 给自己随便杀 这不作弊吗 他能倚仗的 只有他对古镇法的了解 对神域的记忆 然而魔神地宫中有什么 内部结构如何 是否有密道 梵天龙根在哪 这些对林明来说 全部都是一片模糊 他得到的记忆残片 太残缺了 根本就记不清啊 在这种时候 林明拥有的优势实在是微乎其微 以这种状态进入魔神地宫 去争夺梵天龙根 这与自杀没什么区别 然而林明在进入幻杀镇那一刻 他却突然意识到 自己遗漏了非常重要的一点东西啊 林明右手在须眉界中一抹 直接取出了一具尸体 这是一具南海魔狱玄丹初期强者的尸体 这次进入残坡的世界 林明一共杀死四个玄丹高手 第一个是在血色荒原的时候 连杰还有一名玄丹高手 以血煞花为诱饵守株待兔偷袭他和穆千语 结果这个玄丹高手被林明直接击杀 周身精血被炼成了血隐之印 第二个到第四个 是林明与南海魔狱大打出手 一连击杀三个玄丹大能 其中包括玄丹中期的连城级 前两个被林明炼成了第十四 第十五道血隐之印 而最后一个死去的强者 是在南海魔狱已经萌生撤退念头的时候 被林明杀死 继而被收入须眯界中 也就是现在拿出的这具尸体 林明深吸一口气 手指一弹 一道赤色的雷电 没入这个玄丹高手的身体中 很快就抽干了他全身的精血 接着灭血携雷飞回到林明身边 如一条红色小蛇一般 钻入林明的心脏中 精血被释放出来 继而被魔方印记贪婪的吸收掉 接下来 那种熟悉的精神之海震颤的感觉 再次传来